在训飞输入法里面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叫词库 我们可以透过大家比较常使用到的词库来提高我们语音辨识的正确率 您点到这个词库 就可以找到您平常可能比较常用到的这些名词的部分 例如您可能比较常用到理工相关的 您就可以把您觉得比较常用到的把它加入做一个下载的动作 那其他的都是类似 像这样把它下载之后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加号表示你已经加入了 那么以后您在输入相关的这些专有名词时正确率就会提高 那么您点到本地这边 如果您想要确认到底您已经加入了哪些词库 可以从这边来做一个了解 当然如果不太需要的也可以就把它清除掉 另外呢 如果您想要让它能够正确的辨识到我们联络人里面的姓名 也可以按下导入联络人姓名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开启语音输入法对于通讯路还有电话权限的一个允许 如果您觉得有需要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让它的辨识度提高 尤其在我们输入的时候 您想要直接用语音输入来加入联络人 然后再用语音输入